今天是2016年的6月1號 然後那個get response這個軟體 它有update更新 所以我們又重錄了一次 在這個 www.getresponse.com這個網站 那你就可以直接進到這個網站的操作介面 那get response它主要就是用來做自動回復信件系統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就是當客戶在你的 網頁的表單上面填寫之後 那填寫完畢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寄送 這個系統會直接寄送一封確認信件給對方 然後對方按了確認之後呢 就變成了你的電子報的訂戶 那以後呢 你用這個get response去發信給對方的時候 他就會收到 那這是最簡單的用法 那第二種比較常見的用法就是自動回復 跟進信件 跟進信喔 就是你今天 訂閱了我的電子報之後呢 你每隔兩天或每隔三天你就會收到我的一封電子報 那是我事先寫好的 假設我事先寫好的52封 定義為每隔七天就寄送一封 那 只要你變成我的電子報會員之後 未來的一整年 連續52個禮拜 每個禮拜你都會收到一封我寄出去的信 那當然 我事先就必須把這52封信件都先寫好 在這個後台 先寫好 那它之後呢 就會每周寄出一封 這個就是自動回復跟進信件系統的操作應用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當一開始進入這個guil response之後呢 呃 這邊有個pricing喔 就是價格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價格 好這邊 那如果你看不習慣英文的話呢 我們到最下面這邊有一個 Choose your language 點一下 然後去選擇簡體中文 China 它沒有繁體 它只有簡體中文 好 可是因為我們會用到中文字 會看的也不多啦 所以其實這些中文字 也夠 夠用 不會說因為看不懂就不會操作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這個價格的部分 好 來 這邊 Email 名單 1000筆名單 就是說你可以收集到的客戶 電子報 電子報的訂戶 最多只能夠收集到1000個 超過1000個之後呢 你必須升級 升級到2500個 好那你看2500個呢 就是每個月25塊美金啊 這是美金喔 所以你必須在這邊去挑選 那一剛開始呢 我也是用這個最便宜的1000筆名單 然後超過1000筆 我那時候看超過1000筆的時候 我就去升級 它可以升級 然後就升級到2500筆 我每個月就要付出25塊美金 那你可以用年繳的方式來 一次付一整年 這樣比較便宜 它會有discount 就會有折扣 那右邊這個呢 是後來它才新出的功能 就是 它除了 我們都把它抓1000個 我這邊起跳就5000個了 不一樣 它這邊就是除了 Email之外啊 你看它這邊有個特性這邊有 電子郵件 營銷 2.0版自動回復器 登錄頁面 Pro版本 這邊是基本版本 這個就landing page啦 就是 你要去蒐集客戶的那個網頁 假設 你今天不會架設網站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它提供了一個 免費提供給你的一個 價站 頁面 只有一頁喔 就是一個網站 一個頁面 然後 就是讓你去 裡面去設計你的網頁 然後放這個表單 get response提供的表單 讓客戶填寫之後變成你的電子報會員 好那 如果是這個 每月49塊的方案呢 就是 有 登錄頁面 Pro版 Pro版就是進階版本 功能比較多 然後呢 它還有推出 網上研討會100個參與者 就是說 線上視訊會議的意思啦 視訊會議然後 最多可以有100個人參加 可是啊 因為現在那個Facebook已經推出 線上直播 免費 而且 無限多人可以看到 所以呢 這個對我來講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好 那當然 他這100人是他可以去控制說 這個 你 特定的人才可以進來看這個 才可以參加這個 研討會 線上會議 那可能是可以作為付費 的學員才可以來看這個 線上研討會 可是 因為那個 我在臉書上面我可以這樣用 我可以把那個付費學員 拉到那個 專屬社團 秘密社團 那這個秘密社團呢 你要付費我才會把你加進來秘密社團 那如果 一般公開的呢 我就把它公開出去 然後 而且也沒有人數的限制 那相信之下你比較看看 這才100個而已 就算我要free免費也頂多少100個人可以參加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就已經沒有吸引力了 所以我目前仍然使用這個 就是我目前用到是2500人的名單 那再上去我們就不講了 如果你的名單量真的有破萬人的話 那你就是當然就是要用越貴的 越貴的這個方案 那我們目前呢 就是了不起 我純粹用email不要用線上會議的話 這邊就有10萬人 10萬個名單 用到每個月450塊美金 如果你有10萬筆的話 10萬筆其實在 以台灣人來講 已經蠻多了 但以 美國這種大師級的人來講可能不夠 他們有的人可能好幾十萬 他們一個人的名單可能就好幾十萬筆 那他們可能就要去採用這種 有沒有 10萬筆 plus以上 加號以上 他們可能就要去用這種了 OK 那我們其實這個 510000 2500 我其實我覺得綽綽有餘了 我到現在才收集不到10000筆 所以 我的Line Line at的那個 粉絲數量也才 不到 8000 8000多筆 不到10000筆 對啊 那這email email我後來就比較少收集了 email我目前的方案是2500筆 那 我不收集太多 之後沒有收集很多email的原因是因為 我有交叉融合的併用 所以我們在懶人包裡面有教 你去臉書登廣告的時候 其實 我們在Weberley加贊系統裡面有教就是 你只要把名單收集進來之後 Weberley也有表單嘛 只是說Weberley的表單不能夠 系列性的自動發信給對方 那這個GateResponse是可以的 可是Weberley加贊系統它是純粹 表單收集客戶名單 那他不能夠自動 寄發郵件給對方 必須要用這個GateResponse才可以自動寄發郵件給對方 那所以呢 我在那個Weberley那邊架網站 收集的純粹email名單主要目的 並不是用來發信給對方 而是我將來打廣告的時候 我可以上傳這些email 讓他們當成我的受眾對象 臉書的這個功能 這個臉書的FB廣告裡面我們有教這個 那他只要是你的受眾對象 那你看到廣告呢 他在臉書上就會看到 這種比較不騷擾對方的方式讓他去看到 好 這個就是我會仍然會持續收集 email名單但是不一定 放在GateResponse裡面的主要目的是因為這樣子 好那你一旦放在這裡面的話呢 那就是我們 呃 定時發信給對方對方都會收到 OK 這個就是他非率的說明 那我們下一節就來講 你 喔對你就去 這邊登錄 然後呢 因為你目前還沒有帳號密碼 所以這邊可以點擊 免費使用30天 你可以先去申請一個免費帳號 然後就email 名字 最好是打英文啦 然後密碼 然後創建一個帳號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下一節我們就開始講登錄之後你要怎麼操作 披飾